针对国内老旧建筑 内政部提案推动修法 而第一阶段老屋重建 预估渴望带动2.7兆元的产值 担心地震会造成重大灾情 内政部要推动都市危险 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奖励条例草案 上午在立法院进行出审 朝野立委担心老屋重建条例 是否与现行的都根条例产生静和关系 并质疑没有配套措施 这项草案提出的容积奖励上限 是法定容积的1.4倍 而且改建之后不再移转 房屋税可以终身减半征收 而且实用范围包含了 屋林超过30年 经过耐政评估有重建需要者 以及超过40年并且没有电梯 需要限期强制拆除或有危险的建物 同时叶俊荣表示 老屋加速重建 粗估可能带动2.7兆元的产值 不过这项草案却被学者认为条例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效果 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是两件事情 政府要将二者合并在一起谈 有一点奇怪 如果真的要通过 也建议要让房屋建检制度法制化 记者国财员陈昌伟台北报道